歡迎回到世界雨連超級系列總決賽的轉播現場 要現在為各位帶上的是一場精彩的男單的賽事 是由中國隊的成龍背上了一名最的陶飛克 那我們剛好聽到就是說 成龍雖然在這次的賽事當中排名是比較前面的 但老師也提到他在世界排名上是輸給陶飛克的 是 沒錯 那以不管對戰經驗 各方面來講陶飛克是比較佔優勢 那不是陶飛克昨天三局又不小心輸給了寶沙納 對 所以在體育方面其實我覺得 第一個他的體育是他的儀優這樣子 不過老師剛剛有提到可能是一位這個 全滿貫的球王陶飛克打球比較隨興一點 對 沒錯 那現在就講嘛 他出來打他不是要贏要輸 他是來跟這一組有見面的 對 享受 怕心配給你空了嗎 他很會享受嘛 所以他出來的話他就是交朋友 然後看看一些朋友來享受這個比賽的樂趣 所以當然在他年輕的時候 他的脾氣是比較暴躁一點 是 就有點跟那個 前球王的阿克系一樣 跟俠芬也是嘛 摔壞了700支的球拍 對 沒錯 可是他慢慢在一個 自己一個 比賽的狀況調整各方面來講 目前為什麼他現在成績還維持 就是他整個心態改變了很多 是 對 那另外一方面我們看到中國這位選手呢 成龍 他其實呢 也只有21歲 而且非常的高 剛剛一出場的時候 老師就注意到他的身高了 是 沒錯 對 那對於高的選手來講的話 有好有壞 尤其因為他已經超過185 已經超過了 我覺得是一個羽球的高度的離界點這樣子 所以在那個 陶菲克來講的話 我覺得他會以 吊動比較靈活的一些球路來克服這個成龍 因為他高 那高的話 高雄通常他的敏捷性就來的沒這麼好 沒這麼好 對 然後包括左右轉身啊 前後吊動啊 來講的話反應會比較慢一點這樣子 對 所以陶菲克目前來講的話 當然他會利用吊動的優勢 看出來他其實把速度打得非常慢這樣 因為快我想 他應該快不贏到成龍這麼快 因為他 畢竟有些年紀上的差距 對 對 手長腳長的 很容易很合理 會反擊回來這樣子 那 不過印尼的選手喔 特別都喜歡打高的選手 因為印尼的球風 他是屬於比較 然後靈活刁鑽型的喔 對 所以像以往在90年代 有一位選手 170公分 王阿甸 他對戰的是 丹麥的選手 200公分喔 勞曆森喔 那時候在台北打得非常精彩 天龍隊第五 所以他不是因為說他身高高 所以他就可以占到許多優勢這樣子 那對於印尼隊的整個球型來講的話 他們都是屬於比較手法性的一個 一個球路 其實印尼在傳統來講 也是傳統的羽毛球搶鍋啦 沒錯沒錯 對那目前呢 羽球呢還是在印尼上來講 應該算是國球啦 對沒錯 畢竟你這是印尼的選手呢 在奧運上也是有蠻好的表現 是沒錯 對 在整個中大的比賽 大部分都是印尼 那當然目前印尼 呃 退步最多就是在女子組方面 尤其他的 女蛋啊 女雙啊 以往這是在前四強 世界前兩腳腳者 而 在大概七八年前的時候 印尼的女孩子慢慢已經退步了喔 那通常我們也是會跟印尼隊的教練說 怎麼 印尼的女子都會退這麼多這樣子 嗯 現在甚至可能前八強都有問題喔 那當然 一個生活比之前改善 那印尼現在的地區選比較高 那通常想要 不見的可能要再靠這個來出頭對不對 對沒錯沒錯沒錯 所以 現在整個印尼的女孩子 下滑程度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像是在中國以前也是啊 就是你要出頭天啊 除非就是當官 不然就是要當體育選手 是沒錯沒錯 對因為以前真的是體育選手 就是感覺受到國家比較好的待遇 是 不過在收入上也是好很多 是 那不過現在像是經濟起飛啊 比如說像上海北京這些大城市啊 對 有些甚至都比台灣的台北要來的進步許多 沒錯沒錯 所以其實這方面也可能是影響到 他們在體育之路上 一些選手的一些 未來的一些考量 是 像前幾年我有到中國去研習考察 那走了其實沿海的東西是 江蘇上海到福建 他們都碰到一個問題 尤其現在中國是一台化 那一台化的時候 對小孩子又非常保護 然後現在經濟的整個起飛狀態下 讓家庭的那個環境都變得非常 比較富裕這樣子 對 所以很多的家長 不願意把小孩子送到體校去訓練 是 所以現在感覺比較辛苦啊 對造成很多沿海的都市 他的教練 必須要往內陸去找 去買選手 很小就把他部級轉來到 編海這個都市 嗯 比如說現在中國隊的教練 總教練也有會 常常到湖南到貴州去找訓練選手 因為那裡的選手比較 能克服耐勞這樣子 對 那在這前幾球的局面上 其實感覺雙方都沒有打的速度非常快 沒錯 對 都還在試太近的打 對 那尤其陳榮和陶飛哥對戰來講的話 他們 那當時在對戰的時候 陳榮還算是比較年輕的選手 那時候還大概18歲17歲的時候 所以來講的話 當然最近陳榮整個進步的層面很高 但是整體中國的南丹實力來講 他是還排不進全市 哇 因為我們忽悅的還有兩位選手沒有來 一位是林丹 一位是陳金 那他們 當然這一次 也許是剛剛朱森講的聯賽的關係 他們 技術性的 沒有進來這個前八強 是 可是他們像這樣的情況 要以什麼樣的方式來請假 沒有他不需要請假 他像 在兩個禮拜前 在香港的超級系列賽 他在前八 他就技術性的輸掉了 所以導致他的排名 他是不會進到前八強 是 對 他就不會被點名到這個比賽這樣子 如果真的被點名這個比賽 可能他們也會想說 那付五千塊美金了事了吧 也許啦 也許 可是這樣會造成整個雨球的觀感不好 這樣子 對 我刻意連前八強都不進 可能大家也都看得出來 對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看到那個世界排名來講的話 陳金他現在是排名在第五 那林丹是排名在第六 那陳龍是排名在第四 那為什麼他的分數 他的那個成績比較高 因為陳龍打了十一戰 對 而陳金和林丹才打九戰 差兩戰的分數就差了好幾千分了 對 不過陳龍也可以說是 還是算是中國的未來的信心吧 當然當然沒錯 對 因為畢竟年輕 然後身材上也是有很大的優勢 對 所以目前來講 中國的前三單的話 應該第一 第一單還是在第一單的身上 那第二應該在陳金丹 對 那第三單打 有時候會是包春來上 那有時候會是陳龍上這樣子 那如果老師就您來看 如果林丹碰上他的死對頭李宗偉呢 如果兩個人在對戰 您覺得以他們目前的最近的狀況 近年來的話 李宗偉是完全沒過林丹的 是 從金奧開始 他對戰都是很跨的 而且就是非常大的比數 比如說金奧的時候 他兩群都是他 就是分出口 出口了一個 對 所以以目前來講 林丹他是五個 跟世界最強的一個選手 包括他整體的表現 戰術來講的話 那當然 目前在中國 這邊也發現 他最近有一點退步 那這碰到的問題就是說 因為他現在人已經蠻出名了 所以他接了蠻多副業 比如說廣告 廣告代言比較多啦 對 會影響到他的社會這樣 所以在中國 他們在一個大賽之前 會有一個訓練叫封閉式訓練 就是完全不能跟外界聯絡這樣子 然後會再關在一個 比如說一個比較偏遠的地區 然後來進行訓練 然後選手是不得外出的 那接近大概在四十五天左右 這樣子 那這樣子對林丹來說 他如果有這麼多外物的話 可能就比較不便啦 沒錯 對 那要講的是 因為其實昨天我們在轉播賽當中 也有看到 就是李宗偉的打法 是 他其實就是比較有策略訓 穩扎穩打的這種感覺 對 沒錯 那相對來講 林丹是不是就是他的手法上 就比較聰明一些 林丹不管速度 體能 他的耐力 然後包括他整場的一個主導性的話 目前來講是比李宗偉好 大概兩成左右這樣 對 雖然 上次他們對戰的話 李宗偉是三舉輸 但是林丹還是維持在這個整個領先的一個優勢 尤其 像之前的亞運會來看的話 他把他的狀況稍微稍作調整的時候 還是可以恢復到疫情的水平這樣子 對 對 再老師來看 那林丹是不是在這近 大概估計幾年內都還會是他的天下嗎 呃 他目前目標設在一二年 一二年 對 一二年以後他就是 是否會考慮退休這樣子 對 因為他的 他的未婚妻謝忻王已經提早退休了 對 對 所以也很怕 其實在中國那邊也很怕說 他老婆提早退休 那是他也想跟著要退休 是 尤其他現在在中國的錯誤非常好 在中國他也是 已經不怕了 對 某品牌的代言人 市民精品的代言人這樣子 老師他們這樣子 如果收這個代言費用大概多少 呃 當然這個我們 呃 也是 估計 他們一般都是比較官方 對 比較官方的話 比如說可能像之前的跳水皇后啊 那他們的收入都 哇 一次代言都是兩三百萬 差不多 對 然後甚至都會有房地產這些業者 會遵守他們的房子這樣子 所以他們在 所以他們在 在中國的收入我想 一年突破個一千萬台幣的話 不成問題 不成問題 沒錯 對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在第一局上的比數呢 其實兩方呢 打得算速度沒有很快 但是球數是一來一往的 而陶菲克跟陳龍目前是 戰成了十比十的平手 其實這一場球 我們很幸運的可以看到陶菲克 因為現在 在心智的關係來講的話 很多選手你只能看到他的進攻 看不到他手法 或者看到他的一個防守的功夫 那陶菲克他是屬於心智和舊智的 這個中間的一個 一個連接的一個選手 所以在陶菲克在身上 可以看得到他的一個手法的一個細膩度 包括他的一些 主動的一個扣球 或是說拉掉的一個功夫 包括他步伐 一個展現的一個很漂亮的一個 單打的一個典範 那因為現在 心智來講的話 尤其年輕選手 他們只注重在於進攻 對 那進攻的話 相對他步伐的順暢度 各方面就沒有像 舊智的選手來的這麼漂亮 包括他手法 包括他防守 那因為他不可能是 以防守為他的主要得分的武器 尤其在單打方面 尤其在單打方面